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对家人 孝顺 对对对 孝顺的 哇 说来说去还是韩庚是吗 韩庚 过一段时间之后 时日可待了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优秀的组合 他们的全体成员 今天会来到 越特越开心 我们先来看一看 咱们得 Fit.r את我出来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丽颖 在几位师兄来之前 给大家来爆爆料 这几个人当中谁 比较就是 暧昧 西侧 大家都知道 真的 为什么 他平时的打扮都是 特别的比女孩子穿得漂亮 有一次他穿的那个袜子 上面刻的是这个蜡笔小金的 真的 对 红色的大红色 一个成员当中 谁的女生员 哇 这个问题有点得罪人 大哥 这个歌迷是不会答应这个问题的 但是既然问出来了 大家方便的话就打一打吧 对 哇 你看各个人的声音都有 谈根毋庸置疑 在我们这一边人气绝对是最旺的 韩国呢也有一定的人气 那么 完了完了完了 现场现场要打起来了 现场要打起来了 公平起见啊 除开韩庚之外 其他的成员当中 大家最喜欢的是 崔石元 崔石元 还有东海 我怎么听了这么久 都没有人说神童的名字呢 神童也很可爱啊 就是啊 我记得有一次神童特搞笑 其实有一次 SM公司所有的家族去海南演出 海南 对 一起 然后演出完了 就直接回这个韩国 在机场上有很多歌迷 是 就送这个韩庚一朵 巧克力玫瑰 就上面的玫瑰花 都变成巧克力一个一个的 然后韩庚呢 就拿着这束花 自己在旁边打电话 神童一个人就吃了一个 真好吃 又吃一个 又吃一个 然后结果韩庚打电话 诶 都没了 然后我说是神童全吃完了 所以说 下次神童来的时候 大家记得要给他带什么 巧克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告诉大家 其实呢 在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 除了唱歌啊 各方面之外 他们还要做很多方面的一些 演绎的储备 有没有想过要拍戏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如果有 当然想了 今天呢 就要挑战一下演戏 我们现场来看一下 好的 好 看一个片段 我应该为它们拥z着 llo 我想要你帮ar 你因为吻着 为了火 你为了想热 你为了火 你为了火 我希望得热 我的天亮 我希望有火 我希望热 我希望得热 它是热 你为了 你只有昀 夏天亮 夏天亮 你的意味道 誰知道事嗎 你為了 你為了 誰知道事嗎 你為了生的原因嗎 我為了生的原因 想我為了生的原因 你為了生的原因嗎 那你為了生的原因 那你做的原因 快去吧 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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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马克 马克 你们 你们是想借丽颖之手 结心头之恨吧 想吧 大哥 这是 不是 这是个动作片啊 对啊 看前面那段我特别想你 但是我一听 到了最后那边 韩汉 我就特别不敢演 哎呀 你们以为我们两兄弟 真的这么会推来推去 不敢演吗 真的 我们一人演一遍 对啊 对不对 做好准备 哇 来真的 首先要想要叫 他的那个戏的感觉 这个戏的戏的戏 就是永远一副 欠扁的戏 而且那个嘴巴圆嘟嘟的 嗯 我先把这个戏太行的表情找到 好 这个选了 好 哦 很像 野蛮女友 第一版 三 二 一 Action 你一定要等啊 你知道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因为大气折射 还不是 是因为我 所以天空才是蓝色的 知道火是什么蓝色的吗 火是灭 知道火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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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导演这个叫上来 哎呀 你手自动蓝色的 你咬不咬得火呀 这怎么热的 是因为我 我希望他就是这样 知道海鬼为什么世纪变化吗 那个我晓得是因为你 对了 他为啥是你会出生呢 那也是因为我 那么可能哦 你这就是说我的手臂打了这么多 那么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啥做 带过来 抓过来是啥子 带过来嘛 打这时候要不要抓吧 从刚才的表演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说在表演上面有一些些青涩 但是我觉得假以时日 能够在韩国方面 这些老师的心情教导之下 我们很有可能 我相信也绝对 可以在这个屏幕上面看见 丽颖非常精彩的表演 其实呢我告诉大家 大家刚才都一开始就知道 我们丽颖是遗族的 少数民族同胞 少数民族的女孩子都特别能歌善舞 是 有一首歌曲说出来 大家肯定都知道 叫做远方的客人 请你留下来 也代表我们遗族人 为了对欢迎客人 而唱的一首歌曲 对 特别是对我们今天从远方来的这些歌迷 也表达丽颖的一个心声 真的希望你们留下来 一直都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好不好 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欢迎从韩国 回到我们这个故乡的张丽颖 希望这一次回来 能够感受到祖国人民的热情 特别是感受到遗族人民的热情 小动 小动 梦汉的花正在开 世上官儿的人在 等人在 爱我爱我 世上官儿的人在 等人在 在我最后 最后的爱我 来来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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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 我爱你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这个欢派的舞室当中 我们今天就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欢迎 同时也结束了我们今天这样的节目 其实呢 我们真的是特别特别希望远在韩国的 不管是丽颖也好 还是这个韩庚也好 都能够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在国内有太多爱你们的人 担心着你们的起居影视 担心着你们的发展 特别是你们的家人 来 丽颖 这是歌迷专门为你精心准备的礼物 我们希望丽颖 不仅在韩国能够红得发紫 同时在故乡 在中国 也同样能够成为万众瞩目的superstar 你们要支持丽颖 好不好 好 最后呢 我们要谢谢丽颖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当然我们也要谢谢SM公司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当然我们也要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4月13号谁会来 是的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集的太资产 越测越开心 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还有严颖酒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还有非常好看的 华旭 谢谢各位